台湾女生经常随身携带的防狼喷雾器 千万不要带去香港 又有一名台湾女子23号去香港迪士尼 因为背包挂着防狼喷雾器而被拦下 警方不但对她搜身 还没收她的手机 带到警察局划压留下案底 她在拘留室待了整整7小时 隔天还到法院缴交1000元港币 相当于3800元台币的罚金 防狼喷雾在香港属为禁品 而这已经是一个月来 台湾女生带防狼喷雾器 到香港迪士尼被捕的第二起案例 难道香港治安真的比较好 其实也有香港人 不知道香港禁用防狼喷雾 我觉得治安挺好的挺好的 这个没有听说 但是因为觉得对治安很放心 所以说没有考虑这些 也没有想着想要带 比较台港2015到2017这三年的 性犯罪案件数量 香港分别是70件 71件和65件 台湾则是745件 551件和302件 台湾虽有逐年减少的趋势 但依旧是香港的5到10倍 虽然说香港的总体罪案 虽然说香港的总体罪案以及性犯罪率都属于偏低 但才不漏白到哪里都一样 除了少去披静的地方 带背一些喷雾湿的法胶或香水 既不触犯香港的法律 也能适当的自保 以上是驻香港记者李景华的报道